好 观众朋友 我们带您到莫斯科的红场上 去看这一场 俄罗斯的一个阅兵典礼 这是在刚刚下午台北时间三点 开始举行的一个阅兵大典 当然俄罗斯是在纪念 他们77年的胜利日 在77年前 他们击退了德国纳粹 所以每一年 他们都会在这个时候 发行的蛮盛大的阅兵 而今年的阅兵 只动员了一万一千名士兵 据说比去年要少掉了一千人左右 另外我们看到阅兵典礼 展示的131款最新的军武 也比去年少了大约60款左右 而大家比较注意的 或者是关注的是 乌克兰战争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普钦 他在演说的时候 并没有用到战争两个字 他提到俄罗斯现在正遭受到 北约国家的威胁 并且要俄罗斯民众团结起来 为所有在战场上的俄罗斯士兵来加油 并且说这一场所谓的这个 特别军事行动 普钦说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 来自莫斯科红场的最新消息跟画面 观众朋友 那当然这场战争打到现在 已经变成了俄罗斯跟美国之间的角力 跟对峙了 你也可以看到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最近不断的召集 跟G7以及各个西方的盟友领袖 密集的在讨论 他说现在我跟G7的领袖 还有泽伦斯基已经达成共事了 要继续支持乌克兰 加深普钦的痛苦 他在推特后面不断的发文 可是他本人其实并没有出现在基辅 他本人也没有离开白宫 他一直在后面跟这些所谓的国际领袖 在做视讯的一个开会 可是G7这七大工业国 难不成每一个人都同心一致吗 每一个人都赞成所谓拜登 或是美国的决策吗 我们来看看 这个有一个报道 他说G7虽然讨厌普钦 让俄国人民可能牺牲生命 以及蒙羞 可是他们认为 要禁止这个恶油 就是要对他一些能源的监管 或者是禁止的措施很难达成共识 主要是他们有需求 G7这些工业国也有需求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白宫 他们坚持的一个政策 就是要严重打击普钦的经济大动脉 继续剥夺他战争的资金来源 那当然透过一些经济的制裁 以及对寡头人物 他们的一些财产的冻结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现在的原油期货 这个油价还是在涨 所以禁二油 到底能不能让普钦痛苦呢 到底能不能让普钦觉得痛不欲生 然后终止战争 看起来好像没有达成那样的效果 另外包括在东欧国家的 匈牙利 奥地利 意大利 或者是斯洛伐克这些国家 他们其实也跟欧盟不同调 因为每一个人的国家利益 都不尽相同 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 他们持续经过乌克兰 向欧洲进口天然气 这也是一个现实的吊诡 虽然地面上正在打仗 已经都是一片焦土 可是地底下的这些 天然气的油管 天然气的气管 还是不断的在流动 我们可以看到 5月8号 他又输出了 从俄罗斯输出了 9,210万粒 这个立方米 这么多的瓦斯天然气 每年20亿美元过路费 乌克兰其实还是非常需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 从实体的战争 一直到经济战 现在打到现在 那当然这个胜利日 现在外界都在关注 至少到目前为止 现在的时间是俄罗斯的 接近中午的时刻 普清没有进一步的宣誓 因为有人会认为 他要做一个更大规模的 战争的宣誓 可是他10分钟左右的演说 并没有提到战争 然后只提到说 俄罗斯被北约国家威胁 要求自己国内的人民 要团结起来 所以俄国是不是已经是 这样子的感受呢 他们觉得他们被杀不死 他们会更强大呢 那当然西方国家认为说 普清把自己 置于胜利日的焦点 他是Superstar 他是焦点 可是CNN认为 普清拿不出什么具体的战果 来做一个庆祝 请问杨老师 莫斯科跟我们慢5个小时 所以他们从早上的10点钟 莫斯科时间 红场的这个 这个钟声响的10响之后 你就看到那个 整个是这个游行 普丁的讲话 大概只有不到10分钟 很快的就结束 然后进行这个整个游行 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也这么的刚好 一方面是整个检世 他在顿巴斯 在乌克兰的整个战争 第二个是 他要展现向全世界 即使是在今天 G7的这样一个团结 其实他面对的不是普丁 而是整个俄罗斯这个国家 而且透过这个胜利欲 各位胜利欲 美国有两个总统去 红场参加过这个游行 第一个就是1995年 50周年的时候 柯林顿去过 第二个就是2005年的时候 小布希在60周年的时候去过 习近平是在2015年 70周年的时候去过 本来川普要去 那个2015的70周年 但是川普以这个选举 他就取消掉 那这个问题在这边 现在已经我觉得呈现了 特别在G7的昨天 这两天的开会之后 我觉得现在已经不能叫 厄乌战争 现在应该叫做俄西战争 西方国家的战争 也就是现在是俄罗斯 俄罗斯跟整个西方在对抗 那当然是发生在乌克兰的 这个战场上 从武器的层面 已经从轻武器 小武器 个人装备武器 进入到重型的武器 而且就是昨天拜登签署了 租借法案 两年可以把美国现役的 这些武器可以给乌克兰 当然不是免费的 租借法案 所以这个武器的层次 开始会提升 当然需要一点训练的时间 所以也许到六月中 或者是在这个前后 可能这个战争 就会大规模的爆发 那制裁 整个昨天G7也讲到了 对油气的问题 在G7其实还好 我一直在看法国的态度 以及德国的态度 德国已经转变了 转变得很快 完全占了美国这边来 然后法国似乎也挡不住 因为马克洪亚 面临六月份的选举 所以经济上的制裁 油气要断掉 来的比较质疑的是 欧盟自己的内部 像是内陆国的匈牙利 跟斯洛伐克 呈现西方的团结 西方的团结什么意思 也就是在胜利日之后 其实双方可能会走向长旗化 这个长旗化 一方面是俄罗斯会巩固 他的乌东到乌南的占领 可是不要忘记 就在三天前 俄罗斯黑海舰队的 第二艘的主要的巡航舰 又被打中了 现在有一点不太清楚 罗生门情况 但是这个是2017年下水 最新型的 这个叫做 马托克夫海军上将号 被打中 没有集成 可是这个的的确确 也对俄罗斯产生 重大的冲击 你在哈尔蒂夫 在许多地方 其实双方都各有一些斩获 他战争还是在进行 但并不是大规模 这个大规模 你看一方面 在这个胜利日之后 我们就要看 普丁决定接下来的动作 是要走哪一边 乌东 乌南 还是黑海 还是 以及在乌克兰这边 他的这个展现 当然很难过的是 居然有一个学校被炸 如果这个消息是正确的话 当然这就是战争的这种 就是说伤害 让他觉得难过 拜登很厉害 派他太太 亲自就到了乌克兰 虽然其实很近 在利维夫这里 对 很近 到了乌克兰在母亲日这一天 我觉得也引起 就是西方的媒体 再一波的就是说 对这个的支持 所以各位 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 乌西战争 恶西战争 是 现在已经变成了 恶西战争 就是一个俄罗斯 对抗整个西方的联盟 所以这场战争看起来 会一直打下去吗 那对于我们来说 到底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 我们来看看这个讯息 因为过去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媒体一直不断的揭露 俄罗斯 很多将军被这个 居杀 功劳来自于美国的CIA 跟乌克兰共享情报 这件事情 拜登出手了 拜登有跟这些媒体说 你们不要再报道了 不要再把中情局 或者是美国的一些情报 泄露给媒体 他也跟这些情报的 一些国安高层 下达了封口令 所以你可以看到 情报站是多么的重要 未来其实我们也想到 我们台海本身 如果说真的台海发生事情 美国把情报分享给我们 我们也把情报分享给美国 可是如果透过媒体泄露出去 那恐怕都一样 都一样会造成悲剧 来 请教韦翰 刚刚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大家有在关注的话 这红场的这一场 就胜利有几个点 大家关注说 有没有宣战 有没有说变成是 因为大家都说今天会宣战 不过上礼拜三 克里文宁公的发言人 他就已经有 就是CNN的专访 他说胡说八道 他说不会 那大家想说 他会不会发言人说不会 就普丁讲说我要 不是 他是已经打了 可是那个叫做特殊的 特别行动 他不是宣战 那如果你是宣战的话 他会有更多的军事行动 他甚至可以去封锁黑海 等等 提高他的战事 没有 现在看起来是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 正在还在进行 导播给大家看 都是刚刚在发生的画面 我们要更进步去解读 但是现在看起来 他的演讲内容当中 没有对乌克兰宣战 第二个 普丁他所讲的就是说 2月24号的军事行动 是正确 而且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那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说这是为了 祖国的安全 所以顿巴斯的军民 跟勇敢的俄罗斯军人 正在为祖国而战 他并没有提到少龙数字 可是他说 就像我们在二战时期的 这些光荣 我们应该要为这些人 就祝福 希望他们能够 年轻人赶快能够恢复起来 有一些会要获得一些帮助的 可能就是要补偿的 这些家人也会有 他把这些东西讲清楚了 然后展示 他的船间炮力 当然船没有来 里面的这些武器 都是很先进的 那就是说这些先进的武器 会不会到乌东跟乌南的战场去 就是后续大家观察的 那今天一个关键就是说 会不会宣战 今天看起来他没有额外宣战 那刚刚老师所讲的 是很多的国际军事专家 所判断的就是说 他也不需要宣战 可是接下来可能对 乌克兰周边的国家 甚至是直接跟北约的冲突会升高 那就不只是一个 对乌克兰军事行动而已 那这个后续大家就要再看 看看普丁是不是要再增加 他的军事力量 没有错 尤其是北欧有两个国家 包括芬兰 瑞典 现在看起来要申请加入北约了 这会不会又是另一个变数 来 请教回问 前子那个CNN的 因为他在世界各国 比如说在乌克兰 俄罗斯上面都有特派员 第一线报道 所以CNN的新闻可以看 CNN的评论就不必了 就大可不必了 那这个普丁的谈话 因为我上个礼拜 尤星跟杨老师同台 上个礼拜杨永明讲的 跟今天普丁表现的几乎一样 所以我们干嘛去听CNN的评论 听杨永明的就好了 你看从这个5月9号 所谓的胜利日子 有多少西方的媒体 普丁会加码 普丁会干嘛什么的 有吗 你讲完了 什么都没有 那你们这些西方媒体 好意思吗 你们这鬼扯什么 所以前子你说 他没有用战争之眼 从2月24他出币来 他从来没说他是战争 他一直说他是特别军事行动 不是吗 所以为什么大家一直在 你看联合报这个 看这标题会不会吓死 2 胜利日阅兵 普丁发末日警告 我知道帮他加问号 问号是我加的 普丁发什么末日警告 你们要吓死人好不好 普丁什么都没讲 怎么会大家都这样子 我引述这个 这是当年在美国 通乌门的丑闻 这个乌就是乌克兰 所以两个美国总统跟乌克兰 关系都很糟糕 一个是现在的拜登他儿子 杭特拜登在乌克兰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 天然气的生意 那这通乌门就是 川普他要连任 2019他打算连任的时候 他逼泽伦司机说 你去查拜登跟他儿子 来帮我助选 你如果不帮我助选 我就搞你 我就不让你军援 结果这个民主党的 这个终于人就提案 要弹劾川普 你看到终于人当时讲什么 他说美国要援助乌克兰 跟乌克兰的人民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在那里 与俄罗斯作战 我们不需在美国 与俄罗斯作战 难怪你当终于人 你可以在乌克兰 跟俄罗斯作战 你不需要在美国 你看美国人在想什么 我有批评这个终于人吗 当然没有 因为他是美国人 他当然站在美国的立场 想说你们在那边打好了 看你们要怎么打 就打一打好了 可是观众朋友 我们是中华民国 我们是台湾人 看到美国这样在处理乌克兰的时候 美国会怎么处理我们 会怎么料理我们 好不好 所以看这个已经看了两个多月了 大家这个警戒心 我没有说 因为美国没有欠台湾 就如同美国没有欠乌克兰一样 大家应该把这个危机意识 这个要再提高一点 好 这个普京刚刚已经在红场 做出了演说 他的演说大约有10分钟 他说 我们这一场特别军事行动 是俄军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生存而战 我们的职责是尽一切努力 以免全球战争的恐怖重演 他说今天他会动用像这样的特别军事行动 是因为国家的安全生存 受到了北约的限制 受到了北约的威胁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阿尚回来 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已经突破50万的订阅咯 回馈广大粉丝 感谢季活动开跑了 活动一 抽节目的专属口罩 订阅新闻大白话 并且填写资料 寄送过来就可以了 活动二 观众的许愿池 订阅新闻大白话 并且在指定的天文底下留下你的愿望 就有机会美梦成真 别忘了 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赶快订阅起来